基督教借菜總會少年之家旁的巷道連結十六股大道 是後站居民熟知的捷徑 不過巷道狹窄會車不易經常發生交通事故 為此基督教借菜總會少年之家和華聯事工所合作 將無償提供土地舉辦道路拓寬工程 目前內政部核定了500萬元的計畫經費要辦理 等細部計畫設計之後 預計在年底前就可以動工 借菜總會少年之家旁邊巷道連結十六股大道和後火車站一帶 是地方居民熟知的捷徑 但是陸服狹窄導致車禍頻傳 市工所多次辦理會刊 終於成功爭取到內政部500萬元計畫經費 要辦理改善工程 9號上午先援魏家賢市長魏家彥率領工所人員 會同的市民代表會主席李政偉 還有多位代表 當地里長共同出席 了解工程改善方向 為工程項目和齊全來做把關 其實我們知道國強里的這條路 是在我們邵家的外圍 其實這個長年以來 其實匯車非常steps 那在我們去年 那有到邵家來做一個拜訪 那也知道之前的 前市長魏家賢議員 也在他的任期拜訪了非常多次 這次邵家 También願意將土地提供出來 做一個拓寬的動作 那我们会在历清的一个博物道路上 跟我们的一个沟边的一个水沟的一个计划 都会做一个加强改善 代表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会带回去将这些意见 跟请我们建设客跟我们的公司 那再讨论一下 那不管是排水的一些问题 那单边的水沟的这个问题 还有历清的铺设的时间 是不是先行开放 介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 也透过线上视讯来全程关心 我们也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让小孩能够有居住的环境 可以更有一点 所以一年基于会 那我们就形成了这个题目 加这个马路往内 往内 往内搬移 然后形成这个马路的拓换 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捐证 这真的还是为了小孩的一个 与社区连接的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工程师座路段 由十六股大道到 封川路口全长220公尺 将从少年之家大门起 自园区内退缩1到1.5公尺 改善之后的路幅 可以增加到5到6米 目前内政部核定500万元金 被要办理 预定在年底前动工 渴望明年上半年可以军工 借助美圣花莲市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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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